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结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端 第四十七节 云叶伸手与温大雅互集一掌 各自心满意足的归位 李二笑看陈子的赌约已成 就说 蓝天侯 朕很好奇 你打算如何解决 解决到什么程度才算成功啊 云叶早就想好了 心有成竹的说 长安到洛阳来回足有一千五百里 陈打算让骑士一人两骑从长安出发 到洛阳后 由洛阳留守用印证明确实到达 在原路返回 回到长安后 检查马蹄完好无损 陈就算赢了 反之算输 陛下以为如何 一天五百里 这就是你要六天时间的原因 只是 你有研制所需之物的时间吗 牛进党有些担心 小陈不明白 这样简单的事 为何千年来就没有人解决呢 我们人知道光脚走路会伤脚 从而发明了鞋子 为何就不能给马穿上鞋子呢 朝堂上一片花燃 李刚站出来 右手指的云叶 哆嗦声 说不出话呢 半天才挤出两个字 数字 臣弹劾 云叶站在朝堂中间 笑嘻嘻的看着混乱的大臣 做手是阻止了要出班为云叶求情的太子 老宁 刚要上前被老成救助 这事别小声说 你忘了 这小子办事 没九成把握 什么时候会冒冒失失的站出来 这小子 现在恐怕憋着坏的 他那个什么客户怨的 穷的掉底 这些老夫子 难逃他的魔掌啊 他看见云叶 对太子打手指 拇指 食指成圈 剩下三个指头 向上翘 听儿子说呀 这是万事大吉的意思 放下忧心的老成老牛在旁边 看云叶到底怎么戏弄这些老夫子 彭宣灵出班质问云叶 三天侯 你刚才所诉 可是戏言 回忠书令大人 下官每句言语都是实言 奈何诸公不信而已 还是那副 点儿郎当的欠奏模样 既然如此 老夫就要宣布 你和温尚书的赌约 从明日起实行 你若有差池 不是小小惩戒 就可凭其诸公怒火 想仔细了 老头人不错 这时候呢 还替云叶着想 有机会要报答一下 云叶心里想着 房玄灵走到中间 双手抱着雾板 向李二势力 启禀陛下 刚才老臣问过蓝天侯 他准备继续实行赌约 没有食言的想法 为公平己见 就许他六日如何 准奏 李二言简一干 他倒要看看 云叶是如何化解这个死结的 微臣有话说 云叶赶紧跑出来 千载难逢的敲竹杠的机会 这哪能错过呀 前些日子蒙陛下赏赐 微臣家中人口简单 用不了万贯家财 既然雨温尚书打赌 不妨再与刚才训斥微臣的诸位大人 再打个赌 就以这一万贯为赌注 微臣赌自己的想法会实现 不知诸位大人可有胆量一赌啊 老夫孔颖达 家中虽然小康 区区一千贯 还是拿得出手的 就与云猴赌了 老夫忠心希望云猴获胜 不过就老夫看来 难难难哪 老夫李刚 老夫 在一片云叶失败的声音里 跑出几个不和谐的声音 老夫出五千贯 云叶胜出 老夫出三千贯 赌云叶胜出 挥禀父皇 儿臣这几年也享有积蓄 出两千贯 赌云猴胜出 听到这几句话 云叶就跟吃苍蝇一般难受 谁呀 老的赌钱赌的 这要大杀四方 猛然间出来几个分猴啊 是可忍 输不可忍呢 是哪一个混蛋 回头恶狠狠狠的找人 只见老成 老牛 里程前三个打劫的家伙 正在互相拱手祝贺呢 庞勋玲笑呵呵的 再加上一千贯 赌云叶胜出 就完成了赌局 只要云叶赢了 客户愿五年之内 不再为经费担忧了 如果输了 估计那就得卖侯府了 云叶不放心 特意一一确认了 赌注的有效性 小心的把赌约收到怀里 再看看周围的大臣 笑嘻嘻的 狂狂收 这位大人 可以回家准备钱了 客户愿还等着复工钱呢 终于到了云叶嚣张的时候 小子 想要老夫的三千贯 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 马上就给你用车拉了 否则 老夫看你侯府不错 打算在那一房 窃市就安排在你家了 长孙无忌笑呵呵的打去 惹得店上众臣轰行大笑 脸也撇撇嘴 长孙爸爸 别的大人不相信有情可言 您不相信 就让人失望了 小冲骑着盯了马掌的马 从拢又一路跑回昌安 您会不知道 又冲着理工校势力 作息 王爷的三千贯 满杯笑呢 至于马掌有没有用 您回家问问怀仁哥哥就明白了 小子 你是说我儿怀仁骑着穿了鞋子的马 从冷又一路跑回昌安 还有长孙家的长孙冲 当然还有卢公家里的程楚墨 李二陛下坐不住了 随即宣召长孙冲 程楚墨 李怀仁各自带着盯了马掌的三匹马火速进攻 看着再扔满石沙 残破的兵刃的石板路上飞奔的三匹马 朱大臣下巴都要掉下来的 这样也可以的 只要在马蹄上钉四个半环形的铁条 就无需考虑提甲磨损的问题 一旦马蹄还损坏 扔掉换心的就是了 岳豪说的对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 竟然困扰天下降帅近千年 可笑啊 可笑啊 李二哭笑不得 李孝公劈手就抽了儿子后脑上一巴掌 有这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你知不知道 你老子为你这四个破铁骗子花了三千贯呢 长孙无忌看看儿子 面色也不上 父亲不知啊 小爷当初给孩儿的战马钉马提铁的时候 就要孩儿发誓 不告诉任何人 孩儿实在不知道 他用来坑您呢 否则孩儿怎敢隐瞒呢 长孙冲哭丧着脸 给他老子解释 温大雅仰天长叹 老夫 为四个铁条花了四千贯 还花的心服口服 老臣昏背 见识不明 尚想陛下降罪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李二苦笑一声 哼 爱情 何罪之有啊 以四千贯解决了困扰骑兵千年的难题 是有功于设计 今日的事就在阵眼前发生 蓝天侯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 白手之间谋送我君臣于黄黄庙堂之上 自入谷中 怨不得旁人 只是日后 切莫与这小子打赌啊 就算他有合理要求 也要 四之再三啊 不要让他再装空子了 温大雅极有同感的见头 这是云也没有料到的 自己穷极眼做的事 给大唐百官上了印象深刻的一刻 以后他的奏章李二会反复研究 一方不测 三省六部 更是视他的表彰如同 红灰猛兽 再也不想发生 四千贯钱买四个铁条的事 老成笑的嘴里可以塞进去拳头 拍配这个 拍配那个 嘴里还大方的说 老李啊 家里缺钱 就告诉兄弟一声 给你宽限几日 不是不可以 只是 这三花楼 就得你会账了 啊 哈哈哈哈 老牛呆板的脸上 也露出了难得的笑意 冲云叶点点头 一副欣慰状 李成前早乐的见牙不见眼 李二看不惯 就对他说 你还未成年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回头交给你母后 千步宫内用作 李成前的笑脸 轻刻间变成苦瓜了 房玄灵笑呵呵的 拍着云叶的尖头说 好一个聪慧的孩子 这满朝文武 配你一网打尽 老夫也跟风 小有收获 带到修木支 来老夫家中小坐 你多和一侄 一爱他们 亲近亲近 年轻一辈 在一起投缘 不像老夫 就剩下唠叨咯 哈哈哈哈 李刚老先生 是一位正直的人 硬邦邦的 对于叶说 你少年聪颖 多智 原本是喜事 只是手段 不和君子正直之风 老夫知道 你并非贪好财货之辈 只是为客户院的建立 不得已而为之 你既然要开创 客户学 是先河 就要立身正直 莫要行踏踏错 行事举止 当有法度 宁可执中取 不可屈中求 否则 就算客户光耀一时 立身不正 也难长久 云烟一惊 这才是大家的见识 随整一谈官 恭恭敬敬的一礼基地 小子受教了 侯颖达鼓掌关系地说 啊 如此可教 如此可教啊 李二回到后宫 坐在矮榻上 神色阴晴不定 一会儿张嘴失笑 一会儿又咬牙切齿 长孙皇后端着一碗莲子羹 进来他都没有发现 皇后把托盘放在矮底上 来到李二身后 轻轻为他按摩肩背 李二抓住长孙的手 止住他的按摩 把他拉到自己面前 对着说 官爷帝 说说家常 让我放心思 今日朝堂上实在是乱得紧 长孙没有问朝堂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要是朝政 李二不说 他就绝对不问 妾身 今日特地准备了五百块钱 打算交给城前 他和宁业办科目院 没有闲口 他不行啊 妾身 就只能帮他们这么多了 剩下的 就要靠他自己了 大哥 你也恐怕是城前第一个朋友吧 前些日子 咱们在东宫看到三个人胡闹 妾身没来由的有些感慨啊 城前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快活过 妾身感觉得出来啊 李二有些懊恼 似乎只要听到云叶这个名字 这脑儿就疼 钻起那碗温度正好合适的莲子羹 两口就干了下去 哟 可是妾身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吗 长孙插拭着李二的嘴角 笑着问 没好气的 把长孙皇后的手扒了到一边 我现在听到那小子的名字头就疼 你也不用再准备钱给撑钱了 他们自己解决了 自己解决了 您在朝堂上给他们批银子了 是啊 批了 足足批了两万多罐呢 李二想想都肉汤了 四个铁骗子硬生生从自己这里挖去四千罐 还不算那些大臣的赌注 没有人会赖账 最多到后天云叶手里会有不下两万六千罐的铜钱 这是什么道理 这皇宫里的宫殿都没钱修建 破破烂烂的扔在那里都半年了 这小子修一个五亩大的小院子 用得了两万多罐 啊陛下 您怎么会给客户院这么多钱呢 臣切鸡酸 有个一千罐就足够了 长孙皇后大惊失色 你当我愿意啊 李二就把今日朝堂上发生的事 一一告诉了皇后 长孙掩着胸口 长出了一口气 愤愤的说 太胡闹了 两万六千罐呢 可以为朝廷办多少事啊 哪能任由一个未成年的小子胡乱糟蹋 切身这就去轩云叶进宫 给他留上六千罐 剩下的纳入府库 做其他用途 最估计也要修去皇宫才是啊 陛下不好说 臣切就没得顾虑 他还未成年 正是臣切该管的时候 看着皇后拼廷鸟挪的背影 李二的心情突然好了起来 无论是谁 平白有两万贯入账 还解决了大麻烦 这心情都会好起来的 皇帝他也不能免俗 云叶李承前 承楚墨 长孙冲 李怀仁五个正在举杯庆祝呢 长孙无忌是个痛快人 让儿子拖了两大车铜钱送过来 说是愿赌服输 李公孝也不含糊 同样的两大车 倒在院子里都堆成山了 客户院的同仁 对侯爷的敬仰是犹如黄河溃梯 一发不可收拾 白发的老爷爷抱着十罐钱 就往库房里搬 脚下连半子都不打 六十斤重 看来这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句话是真的 穷礼尽兴的人兄 充当账房 嗓门大的不能再大了 惹到旁边两省的闲散官员 伸长脖子往里探 知道的 晓得这是客户院 不知道的以为改成钱库了 不顺楼 侯爷发话 今天收拾完了 提前一个时针下差 客户院全体都上福顺楼 侯爷包厂子了 是个人都知道福顺楼是个什么地方 那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去的地方 也不是下级小利区的地方 坐落在东市 蛮横的 霸占了东市口上的黄金地论 里边听说比皇宫也差不了多少 伺候的全是高级权费 如果不是侯爷包厂 咱们这些人这辈子就别想进去瞧瞧了 沾侯爷的光沾大了 后半辈子在街坊面前有的吹了 宋别城楚梦 掌孙冲 李怀然后 云爷站在他院子里等一个人 李承贤不明白他在等谁 问他他也不说 只好陪他站在院子里 冬日的午后 阳光洒在身上 晒的人懒洋洋着 此时的长安气候 湿润宜人 没有后世西安的干冷 竹子还是绿的 松树清脆宜然 除了光秃秃的铜树 几乎让人感觉不到深处严冬 冬天不冷 这对云印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浅土层里的黄冲卵不会被冻死 意味着六月一场巨大的蝗灾 就会如约而至 朝廷做了准备 看陛下的心思 有承受损失的准备 就不知这关中百姓 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的 捡了一根树枝 下意识的在小花园挖土 没捣着黄虫卵 但愿史书上记载的有误吧 云烨此时宁可被别人嘲笑 也不愿意自己 料事如神 长孙皇后该来了吧 李二陛下有千古一帝的胸襟 不会打自己这两万贯的主意 皇后娘娘会放过 那才怪呢 就这些天的接触来看 历史上贤明聪慧的皇后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地主婆 还是有知识的那种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